我是莫林 精彩马上开始 第1312集 要说当今诸神大君王最多的势力 必然是真神旗下和双城 不过这两大势力地位极高 应该不会跑到咱们寿王岭来 如今大势来临 四方不断有更多的大君王出现 冒出一些厉害的隐士家族 也是有可能的 不管是谁啊 敢放出那样的狠话 想必是有些本事 如果那火气铃也来了 咱们寿王岭可就热闹了 一路走来 奥峰听到了不少议论 昨天的事情已经传开了 在大君王势力都城 这种消息灵通的地方 一晚上就能传得举城皆知 言论的风向变了不少 不再像罗布所说的 极度之词满天飞 显露出一定的背景后 龙飞顿时摇身一变 从先前的乡下小子 变成了如今的龙飞少主 不得不令人惊叹 这些人的变脸之迅速 不过 这些也是人之常情 奥峰和龙飞 不会把这些流言放在心上 这热议如废的情况 奥峰还是很乐观的 议论越多 西部联盟受到的压力就越大 影响力达到了一定程度 祝燕便必须前来了 否则信仰之力一落千丈 也不比横着回去好多少 长街尽头 行人渐渐少了起来 前方就是辉弘浩大的寿王宫 姬勇姬刘两人 在寿王宫门前等候着 见奥峰到来赶紧迎上 寒暄两句便领他往宫殿内去 却不是前往正殿 而是来到了宫殿后方的 一座偏僻庭院里 父王说在这里见您 这地方是寿王宫禁地 父王平日的住所 除了姬青妹妹 父王从来不让任何人进去 我们也不行 我们呀就只能送大人到这了 您回去的时候叫我们 我们再为您带路 姬勇二人的话 让奥峰觉得有点古怪 姬天玄好像对待自己很特别 从他进城的时候便是如此 事出反常必有隐情 不过奥峰也不怕什么 现在的他可不是谁 使点阴谋诡计就能害得了的 当下灰灰长袍 大大方方走了进去 入了庭院 抬眼就看到了一池 碧波荡漾的湖水 那水的颜色极为漂亮 碧蓝色色彩仿佛浩瀚大海 湖面泛着点点荧光 在微风的吹拂下 愈发闪耀动人 湖旁立着一座小小的木屋 一棵高大古树 除此之外 整个庭院内再无他物 景致优美却极为简单 很难想象一方势力之主 就是常年住在这种地方 湖边古树下 一个身着青色蟒袍 精臂长发的高大男子 副手而立 似是在观赏湖景 听到脚步的响动 男子转过身来 露出一张相当阴朗的面容 他形貌刚毅 眉宇间颇具威严 神情却是十分和煦 看到傲锋男子温声一笑 秦傲锋啊 你来了 积天玄陛下 很高兴见到你 傲锋也向他见礼问好 此刻站在这里的人 自然是寿王积天玄无疑了 从他身上 傲锋感觉到了 高兴大君王强者的能量波动 只是作为一个势力之主 这位寿王大人 态度未免太和善了些 自己可是另一个大势力代表 是前来找他谈判的 他这样 傲锋倒不知道 该怎么张口 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呢 男子也没有立刻谈起攻势 而是盯住傲锋的脸 进门的时候 为了礼貌 他取下了面具 反正积天玄 早知道他是谁了 看了一会儿 男子眼神微动 又是一笑 很好 你的确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年轻人 有这样的后人 想必你的家人们都会很骄傲 积天玄陛下过奖了 陛下何尝不是后似昌龙 寿王领人丁很兴旺 皇子公主皆为人中龙凤 积卿公主更是陛下的掌上明珠 受万千男子倾慕 我家弟弟能与公主结下良缘 是他的福气呢 积天玄再次将视线 转向身旁的壁壶美景 微微一叹 哎呀 福气啊 是双方的 有情人才能成眷属 可有时候 即便是有情 也未必就能走到一起 所以才更需要守护和珍惜啊 奥峰听出他话中有话 没风轻调 陛下什么意思 你呀 不用紧张 我只是有些感慨罢了 清儿和龙妃这两个孩子的婚事 本王既然答应了 就必定会支持到底 哪怕外人不看好 本王也绝不会委屈自己的女儿 他语气很坚定 让奥峰安心下来 顿了一顿又说道 我已经见过了你 也应该让你见另一个人了 清儿啊 出来吧 清儿 吉青公主吗 奥峰目光转动 转眼向积天玄 示意的方向看去 对这位基青公主 奥峰很是好奇 龙妃看上的姑娘 声名远播的美丽公主 自己将来的弟媳 她多少也想为弟弟把法关 朴素的小木屋内 走出了一道倩影 青色连衣长裙 身姿优美 气质高雅 在这样的景致里出现 犹如画中走出的仙子 虽然是西方式的公主装束 却急剧滑下古典风姿 清雅明媚 让人一见就觉得心生好感 只是 奥峰却在看到女子容貌的时候 脸色大变 惊恶脱口 这 这怎么可能 激青 神色从容 笑容柔和地 走上前 大方地开口 大哥好 少女的声音轻悦 很是好听 奥峰敏唇 死死盯住她的脸 她的确是个极美的女子 这么多年 奥峰见过的女人里 也找不出几个 能与之一比 可是 这张脸 在记忆中浮现 和她曾经见过的一个人 几乎是一模一样 再想想先前 七天玄说的那些话 她对自己莫名的态度 奥峰眸光一闪 七天玄陛下 您认识 我的外婆吗 三十三万年前 诸神大陆西部内海 有一位海妖大君王 掌权着寿王岭 后在远古战争中 被灭族了 与本王一样 那位大君王 也有一位掌上明珠 是当时海妖一族的 第一公主 名叫尹娜 积天玄露出回忆之色 缓缓说道 奥峰听得心中暗惊 口中却是沉着地又问 那您和这位尹娜公主 又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呢 是恋人 曾经是 曾经是 积天玄带笑地回忆着 随后又遗憾地叹了口气 现在嘛 我只是一个想通过你 了解一下他过得好不好的朋友罢了 奥峰恍然 终于明白了关键所在 原来 这位寿王大人 和自家外婆 还有一段过往呢 积天玄定是查尹娜夫人的时候 顺带查到了自己 作为尹娜夫人 为数不多的子嗣后代 积天玄自然关注上了 没想到 外婆的身份竟然也如此不凡 难怪 生出的子嗣天赋极高 从云风沁到傲天傲风 没有一个不优秀的 尹娜夫人 是一半人类血脉 一半魔兽血脉的体质 在光芒大陆 没有领主级以上的魔兽 是不可能出生的 她果真来自诸神大陆 看得出来 积天玄很顾念尹娜夫人 当年她们或许很相爱 激青公主的相貌酷似她 积天玄便对之特别宠爱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